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杨医生 一名眼科医生 这次我们来谈一谈一个非常普遍 但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眼睛的疾病 就是肝眼症 什么是肝眼症呢 其实肝眼症 它是一个我们叫做眼表面的疾病 顾名思义肝眼症就是它的眼水的不足够 但是眼泪自己本身出了水分之外 它也有其他的成分 所以眼水的水分 或者其他成分的不足够 或者不稳定 就会造成肝眼症的发生 而肝眼症的发生 就会进一步造成眼镜表面的发炎和伤害 这种发炎和伤害 也会进一步造成眼水和成分的功能的问题 进入一个所谓的二性循环 这个二性循环 如果你已经不小心掉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不然间肝眼症变成越来越严重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出它的原因 然后我们就才可以对症下药 肝眼症的症状 它可以算是多姿多彩 也是所谓的硬人而已 最简单的就是 觉得眼睛干 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 就知道自己有肝眼症 眼睛干的同时 你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有少少杀利的感觉 不舒服 有些程度可能感觉到疼痛 另外一个比较不直接的那种症状 就是你会比较怕光 然后另外一种喜 就是你的眼睛会时常很容易累 然后有一些灼热的感觉 但有时候眼睛在间断性的时常会流泪 也可能是干眼症 你可能觉得 为什么流泪跟干眼症会有关系到 因为当眼睛太干的时候 我们眼睛的表面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反射性的反应 它就必须不断的出来很多的眼水 当你的眼睛滋润 是因为你之前的眼睛实在太干了 它就有一个反射性的作用 所以间断性的流泪眼泪 也可能是一个症状之一 我们从一个大因素到一个小因素来谈 大因素的话就是一个环境的变化 你生活的作息 你饮食的习惯 都会造成一个干眼症的流泪 就是你身体 除了眼睛之外 你身体的功能 荷尔蒙还有身体的老化 也会造成干眼症的发生 另外一个跟缩小的层面 就是你眼睛的疾病 所以我们眼科医生 时常我们就从眼睛开始检查 眼睛四周围的疾病 包括你眼皮的疾病 还有你的眼眉毛 你的眼角末 还有眼表面的任何一些疾病 都会造成那个干眼睛的东西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关系到 我们接触到的东西 包括接触到环境以外 另外都是你眼睛接触到的东西 包括你用的眼药水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更普遍的 就是你佩戴那个隐形眼睛 也会造成那个干眼睛 还有就是青旺年的病患 他们必须其实要长期使用青旺年的药水 或者眼睛有一个所谓的长期发炎 或者一些身体疾病 造成眼睛一些变化 他们也是可能需要长期使用眼药水 这种眼睛疾病的病患 他们如果使用眼药水 如果有防腐剂 在长期的使用下 的确会造成眼干的问题更加严重 你就必须再加那个眼干的药物 所以我们多数会建议 如果你使用有防腐剂的药物 一天可以的话不要超过六次 包括你其他的药物 一天超过六次使用有防腐剂的药物 如果那个时期也是满长 差不多两三个月 干眼症的问题就会越来越远 干眼症其实它有 大致分类为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我们所谓的缺水型 就是它的水分不足够 另外一个类型我们叫做缺油型 刚才我们提到盐水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做油 缺油型呢 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 我们叫做蒸发型的干眼症 因为那一种油 它是很重要来保护我们的那个盐水 虽然有足够的盐水 我们也是需要那个油分来保护它的盐水 不要它太容易过度的蒸发 不然的话那过度蒸发 也会造成有干眼症的症状 所以第三种类型其实是最普遍的 它就是所谓的综合型 综合它也是缺少盐水 同时间也是缺少那个油型 所以如果要真正的去诊断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温诊 还有那个检查 还有一个泪水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读 你的干眼症是缺水比较多 缺油比较多 还是是综合型的 来做进一步的诊断 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些关于干眼症的意见 任何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眼干 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或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和诊断 可以到我们的干眼诊诊所 我们会帮你进一步的检查 来做一个整体的诊断 希望会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方案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